这个人是银河系最聪明的男人 他可以通过数学计算预测未来 他的最新预测表明 银河帝国将在五个世纪内化为废墟 人类将陷入近三万年的蛮荒时期 直至出现新的帝国 哈里因为这个预测被逮捕 将面临一次审判 好在他早就预料到有此一节 找来数学天才盖尔为自己证明 审判前 帝国的卧底杰瑞找到了盖尔 并将元光提交给了他 这里面包含了哈里对帝国的全部预测 他需要盖尔分析数据 并证明帝国毁灭论是错误的 他成功打开了圆光体 徜徉在哈里的预言世界中 他用了一夜的时间进行评估 第二天的法庭上 盖尔无视杰瑞的威胁 国王听后大怒 并下令处决两人 可就在他们被送押的途中 星桥突然遭遇袭击 屹立几个世纪的雄伟建筑毁于一旦 灾难导致静一人丧生 这无意验证了哈里的预言 国王再也不能假装 无视预言的真实性 在事态严重前召见了两人 哈里告知他们 帝国灭亡仪式已经无法扭转 但可以降低破坏力 缩短人类文明的黑暗期 前提是要编写一部银河百科全书 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基地 国王最终允许哈里完成计划 并将两人流放到荒无人烟的端顶心上 但不允许他们使用跃迁技术 只能乘坐慢速舰前往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878天 才能到达目的地 国王因为解决了的大麻烦 而沾沾自喜 殊不知这一切 都在哈里的计划之内